受访专家,南京中西一结合学会秘书奖,副主任王旭,五脏的主要功能为化身和助藏人体精气。 所以,养好五脏对于养生意义重大,五脏怎么样其实很简单,记住一套五脏养生组合拳,一种食物配合一个学位,吃吃喝喝,柔柔暗暗,轻轻松松养五脏,养顺套餐,黑豆家永泉,黑豆入圣经。 本草纲目记载,黑豆能治肾病,沥水下气,黑豆怎么吃自养肾,明代要学著作本草会言指出,煮之影,能论肾脏,固执到汗。 所以,最简单的黑豆食疗方,就是黑豆豆腥,做法,干黑豆浸泡一夜,与精水的比例为一比二十,打浆后充分助费集成,使用减加适量白糖调味。 要提醒的是,慢性肾病,高血压肾病,糖尿病肾病和病肾功能不全,血激肝,尿素诞生高者,不宜过多食用黑豆及其他豆制品,以免加重肾脏负担。 不慎的学位有很多,不得不提的就是勇劝学,勇,万勇而出也,劝,劝水也,顾名思义,这个学位对于滋圣经,不慎水意义重大,尤其是和肾虚型腰痛者,用全学位于脚脚中陷的前三分之一处。 将拇指放在该学上,用较强的力搓揉二十,三十次,两脚都要按摩,尘气和睡前按摩,量肾效果较好。 养皮套餐,大枣家族三里,宿问记载,枣位皮之过,皮病一时之,未至病护药,枣位皮仅血分药也,神龙本草精热味红枣,安中养皮,柱十二斤,通酒窍,和百药。 这里推荐一个健脾补血的食疗方,花生衣红枣汁,做吧,花生米一百克,温水泡半小时,吃其红衣,鱼杠红枣五十克同煮半小时,加适量红糖调味,一日耐半三次服用,适用于产病后血虚,营养性平息,吃小碗减少性子电,癌症放疗,化疗后血下异常等症,大枣虽然是健补佳品, 但过量食用易有害,由外感风与热引起的感冒,发烧及腹肠气质者,不宜食用大枣,足三理学术未经合学,是一个能防治多种疾病,强身健体的重要学位。 气质体质的人免疫力低,容易疲劳和生病,食肠按摩足三理学,可以健脾补气,足三理学位于腿部,外心眼向下四横指将食指,中指,无明觉和消致病笼,以中指中节横文处雷准处,处,养肺套餐,白果夹太渊,本草杠目中收白果,熟食温费益气,定传送,缩小便,纸白啄, 等草编毒记载白果,能上脸被筋除可逆,下行食卓化痰咸,尤其适合食堂咳嗽者,这里介绍一款白果养肺的食疗方,白果鸡丁,原料,取皮颗心的白果食梅,鸡蒲肉200克,青椒50克,葱瓣15克,鸡蛋清一个,干淀粉15克,水淀粉50克,鲜糖50克,精盐,料酒,香油 适量,制法,将鸡蒲肉切成1.5米米的方丁,用精盐,料酒拌匀入味五分钟,再加入鸡蛋清,干淀粉抓匀上姜,青椒,葱白洗净结小丁,银饧入在水中焯熟,鸡丁又四成热的油快速滑炒到出,葱丁炸香,放入青椒,鸡丁,白果和鲜汤,搬炒均匀,水淀粉勾芡,淋入香油集成, 此菜适用于年老体若是重枝就可,磐多,气垂,及妇女皮肾亏虚,着实下注,所引起的白带量多,窒息等症,需要注意的是,白果不宜生吃,熟吃也不可过量,以防中毒,太原学是费精的源头,费气从这里源源,不断地运送到全身各处,因此,刺激太原学可以达到补气养肺,酒科频传的效果, 太原学位于望横纹上,瓢豆脉搏洞处,用左手拇指尖短按压右手太原学,垂直下下按压,按而揉之,然后缓慢驱着右手了,让刺激充分达到肌肉组织的深层,产生酸,麻,胀,痛,热活走串等感觉,持续20到30秒后,间接放松,再轻揉局部, 如此反复操作,左右交替进行,每学按压五,十分钟,每日一,两次,养心套餐,龙眼加神门,会员也叫龙眼,入心经,御用本草记载齐,一致明星,清代药学著作得配本草,认为龙眼饱心血, 这里为大家介绍一款用龙眼制作的明星安神堂,龙眼状15克,莲子,嵌石改20克,用水熬组织至莲子和嵌石熟辣,可调理记忆力衰退,失眠,神经衰入等症,还可用于改善下记脾位功能减退,导致的食欲不佳,桂圆多十亿气质,因屈火望者以及舌苔后腻,既用障门,复泻者赢即时,另外, 会员性热住火,孤儿童因少食,神门学位于万恒文小指侧端的凹陷处,具有安定心神,些心获得功效,日常可随时掐,如此低神门学,已有轻微双张感位移,晚间睡前按摩神门学,助眠效果更好,就请时以右手大拇指按左手神门学五十次,再用同样的方法按摩右手,有力入睡,要干套餐, 枸杞加太虫,枸杞子资甘一胜,前进坚固,今后期一家灵魂所著本草害利益书,把枸杞子分为补干第一猛将,现代研究显示,枸杞中的甜茶碱,能防止肝脏内过多的脂肪注存,有防止脂肪肝的作用,这里为大家推荐一款枸杞白菊茶,吃枸杞子,白菊花各三克,泡水带茶饮, 可辅助肝血需引起低肩崩流泪,白内障等眼病,要注意的是,枸杞偏于温热,感冒发烧,有炎症,腹泻的人最好不要吃,太充血水干净的圆血,中医认为高血压与干扰上抗,肝或旺有关,因此按摩太充血可有效降压, 此外,感冒初期按摩太充血,还可减轻感冒引起的双目流泪或干涩等不适,用手指沿着足部拇指,次之间的夹缝下上移压,足部动脉活动处就是太充血,每次持续按压四,五分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